2021年12月中旬 马来西亚半岛连续多日暴雨 导致多各地区传出灾情 玄兰儿地区的灾情 更被誉为百年一遇的大水灾 洪水退去后 巡国各地的志工到灾区 协助灾民清扫家园 此季马来西亚分会 也发起为灾民募款 各职业体志工纷纷响应 带着主统回娘家 不管是多 不管是少 我们都希望他能尽一分 我们的能力来帮助 这些水灾的灾民 那今天也了解到 不只是我们在这边 四大自业的槟城 在台湾 也在台湾的本会 台湾的师父们 金省师父们 他们也号召大家一起来 做这样的一个上举 大家将爱心投入竹筒 也虔诚祈祷和祝福灾民 度过这一关 我们看到那个水灾心 我其实看了 其实也是会觉得很无常 也是很难过 因为好好地 一间家就这样被水灾给摧毁 这样子 祝福这个灾民 就是在经过这次的水患之后 可以早日的振作起来 然后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虽然我不能去那个赠灾的地方去帮忙 所以透过这个捐款 我希望能帮忙这个灾民度过难关 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捐款 就是捐这些小新衣可以帮他们这个水灾可以好转一点 带新闻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道